可以可以可以 狡猾嫌犯一度以汽車 卡死廠房大門阻止警方攻raf 不過警方出動電鋸破門而入 同時前後包操 將製毒集團成員一網打進 警示局日前接候線報指稱 黑帮成员许姓祖贤 伙同核心制毒师等人 在桃园一处偏僻郊区 成租300平大的厂房制作毒品 警方组成专案小组 动员9个单位50多名警力工坚 逮人一举破获制毒工厂 半弦江制毒工厂 常溺于桃园市偏僻隐秘的厂房 且在房屋的四周 架售监视器 已躲避警方查信 调查发现 本案许姓祖贤 为某黑帮护堂组的身份 我同核心制毒师谷 筹划制毒 并陆续招募 诚信办行人员加入 分工购买设备 补给食物等 并成租300平的大型厂房 准备大规模来进工厂制毒 300平的空间 摆满了大批的制毒化学原料及工具 警方一共查扣了31公斤凯他命 半成品800公斤 制毒化学原料4000公斤 及大批的制毒器具 初步估计市价达5000万元 警方已经将许姓嫌犯等6人 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源地检署侦办 6人均被裁定积压警舰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救关idi vampire Giulia 第2位 给玩意